大家好我是阿酸 新的皇家塔部隊飛刀女爵登場 透過驚人的射速打出爆發性傷害 可有效對抗許多單位 拿野豬一對一來看 飛刀女爵只會被敲四下 特別適合防守消魔型的卡組 鍋爐和哥布林小屋也是完全沾不上邊 飛桶的傷害也十分有限 藍人有一好就沒兩好 飛刀女爵有飛刀續能的時間 八隻飛刀射速後直接進入聖人魔 進入無星防守的狀態 讓人覺得相當著急 不一樣 總體來說我覺得這個單位還算平衡 是一個優點和缺點都超明顯的單位 感覺更適合打加倍時間的前期 因為當對手水量累積起來 面對一波流的組織進攻 沒辦法蓄能的飛到女爵 會扛的十分難受 顧應該會特別適合每一波組織小進攻 但能造成大傷害的快攻流 強迫對手一起輪磚水廢 我原先測試時 對這張單位沒有太大的感覺 因等待續能時感受太憋了 但實際計算對比其他兩張皇家塔的效果時 又發現它能帶來的傷害確實極具效率 塔的血量也還算不錯 4月1號可以免費獲得這張單位 覺得不同的卡牌互動還是蠻值得一試 大家覺得這張皇家塔的部隊如何呢? 歡迎留下你的看法 飛刀女爵對上不同卡牌 以下也給大家做參考 我是阿蒜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影片тра oblivion 喔 WER anch REE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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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